请评论 在一步拍摄了一系列 私信羊彩列车均值化成果影片 南投是以日月对话 三水相连 预见未来为题 拍摄的影片 现场并有十所伙伴学校摆摊展示 学校的特色与各校均值化的成果 包括有美容美法 时装设计 烘焙餐饮 电动科学 音乐等各项成果展示 现场热闹滚滚 县府秘书长方信雄表示 私信羊彩是十二年国教核心价值 鼓励学生多元实性发展 让每个孩子都能依照自己的兴趣和才能 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 快乐学习 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 才是教育的真正价值 在过去的教育里面 其实没有给小孩子他怎么样 他的兴趣在哪里 他喜欢读什么 私信羊彩真的非常重要 大概是十二年国教里面最重要 我们让每一个小朋友怎么样 在他的求学构成当中 他不是一个痛苦的 我真的很感动 教育处能够办这样的活动 然后编织 编织这一本书 我的未来 我的决定 我的兴趣 我自己决定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事情 两载十二年国教 非常重要的事情 从这样子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推动 一起来努力的动作 谢谢大家 教育部国教署主任秘书 刘元明和县议员赖燕学则指出 教育部落实有关高中私信学习 与社区教育资源均值化的政策 很高兴南投县内这十所高中职 都能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和成果 让孩子也能同享高品质的教育环境 区域均衡 孝孝均值 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任何的偏乡 任何的都会去的国民 我们的小来 都一样同等享受 最高品质的教育 所以他们也才能够 四千两才 我们南投的教育 也不停的在翻转 不停的在提升 我们的君子化教育呢 不单是要让我们就进入学 让我们的区域均值 让我们的孩童 能够四心羊才 展现自己的才华 展现南投县人 教育的文化力 跟教育的一个质感 我想就从我们的四心羊才 这个列车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现场也邀请到 故事主角学生献身 分享生学心得 从明建国中毕业 进入同德加商就读的 蔡妙城同学 特别感谢母校老师们的栽培 帮助他拿到了六张 烘焙餐饮的秉籍执照 并通过应检考试 另外一位就读台中科技大学 美容系的童志颖同学 很高兴能考上第一志愿 希望未来能返回母校 担任教职 协助学弟妹们 也都能选择自己的兴趣来就读 我会想到这一位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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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